今次又回到東涌 都是去酒店吃東西 來到東涌 我們都是去A出口 沿著A出口左邊 我們會見到這個黑色的Certle Bus巴士站 這輛巴士會帶我們到喜來登的酒店 今次我們去的是香港東涌世貿喜來登酒店 穿過大堂之後 我們會來到升降機的位置 今次我們會去到19樓的海岸扒房 海岸扒房 顧名思義當然是有個海岸 我們一進去 其實都已經見到一個無敵的海景 這裡還有巴桌 有Bartender幫我們調酒 再走進去的位置 還是露天的 我們來的時候 就是正值黃昏的時間 已經很多人在這裡訂了桌子 好了 讓我們看看菜單有什麼食物 主要其實都是一些扒類 也有海鮮拼盤 也有很多餐飲的選擇 坐下沒多久 就已經來了一份餐包 我們點了一份前菜 是手工製造的牛肉Tata 這份前菜配有一些脆片 可以畢起Tata一起吃 主菜方面我們點了一份肉眼 這份肉眼扒上面有一些鵝肝 配菜方面也有一些薯角 還有一個醬汁 醬汁是比較香辣野味的 另外適應都會給一些醬汁的選擇 例如一些海鹽 蜜糖芥末醬等等 我們點這份肉眼扒是不成熟的 也都很juicy 另一個主菜就是這份原隻龍蝦海鮮飯 這份海鮮飯是意大利飯 所以吃起來都比較有口感 黑色的部分就是櫻桃的醬 也挺特別 我們也點了一杯飲料 這就是我的食後感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